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那么在上节课呢 我们学完了最基本的一个数据请求 与模拟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react当中 我们如何来处理跨域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呢 跨域是浏览器的一个安全机制 那么它呢是我们同源策略 也就是同档口 同协议 同域名 所引起的一个安全限制 那么在我们的开发环境当中呢 经常会造成一些跨域 同时呢在上线的过程当中呢 也会经常造成一些跨域 那么在整个react当中 我们解决跨域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整个的react当中 我们如何来处理跨域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react当中解决跨域 第一种可以有正向代理 第二种呢 是反向代理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正向代理 那么正向代理呢 通常应用在我们的开发环境 那么第二种呢 反向代理 用要的是我们的一个上线环境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开发环境 那么正向代理其实说的简单点 就是一个位于客户端和目标 服务器 之间的代理服务器 那么我们无法正常的访问到远处的这个web服务器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代理服务器呢 来进行访问 那么这样的一栏 为了获取到目标 服务器 服务器的内容 那么客户端向代理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呢 代理服务器帮助我们去目标 服务器 里面获取数据 并且返回给我们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正向代理 那么反向代理呢 其实说的简单点 就是 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 来接收网络上的请求链接 然后将这个请求 转发给内部的网络 服务器上 并且呢 把这个服务器上得到的数据 返回给网络 请求的客户端 那么 这个时候 代理 服务器 对外的表现 就是一个反向代理 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只需要知道 在我们的开发环境当中呢 通常是使用我们当前的一个正向代理 那么反向代理呢 是需要后端的人员呢 来配置一下稍微的服务器 才能这样进行一个相关的解决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react当中 如何来完成这个代理跨域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请求的是 模拟请求真实的网络接口 中国天气网 中国数据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请求的话 我们需要找到一些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在哪里呢 第一步 我们要找到我们项目下的 Node.modus 然后呢 在其中找到react-scripts 找到这个文件夹之后呢 其次我们找到文件夹下的 configure文件 然后在里面找到 wipac.devserver.configure.js 打开这个文件夹 然后找到之后呢 我们往下找 找到相关位置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呢 就是配置我们代理跨域的地方 那么我们需要把当前的位置呢 进行一下修改 我们加一个对象 然后在对象里面呢 首先我们第一个属性 就是斜杠API 那么这个API呢 大家可以随便试 但是呢不能出现中文 对应一个对象 然后在里面 首先呢 Turget 那么这个地方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个 请求地址 我们需要代理跨域的一个请求地址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如果想完成这个请求地址的话 我们找到我们的一个中国天气网 来完成一个数据获取 那么在这个中国天气网里面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的给大家 应该有一个地址 那么我们想请求的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址 所以说呢 在这边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简单的配置 我们先把这个地址呢 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呢 把这个地址 粘到我们当前这个位置 但是像后面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可以自己的手工进行设置 比如说这个城市编号这部分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分内容呢 取消 那么取消之后呢 其次我们在下面呢 还需要加上后面的内容 比如说呢 来设置我们的ChangeOring 对应一个处 然后这块ChangeEOrig 对应一个处 那么设置好之后呢 再来往下 我们还要设置一个PathWrite Revite 对应一个对象 那么这一块呢 就是稍后会把我们当前的一个内容呢 设置成一个斜杠 所以说呢 我们先设置一个上个键 对应API 然后呢 在后面对应一个冒号 斜杠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配置完成 当然 这一部分代码 大家是不需要记的 那么只需要知道干什么 首先 我们先把它的路径复制一下 然后粘到我们的笔记当中 那么这一部分 那么这部分 我们先将币锢 整个 extinction 然后 好那么找到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把下面的一部分内容呢 可以大家今后可以进行一下复制 把这个内容呢 粘上去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修改的只需要来修改 这个地址 这部分内容就OK了 那么我们设置好之后呢 其次我们就可以来建立一个数据请求 那么比如说呢 在项目当中 我们可以来建立一个请求 我们滑到最上面 然后呢 找到我们的一个文件当中 新建一个总件 我们比如说新建一个home的总件 然后呢 RCC 在里面呢 我们先import 引用一下我们的exas 然后在里面 我就可以component的deemount 来在里面进行一个exas的一个数据请求 那么比如说呢 在这块我直接点一个get请求 请求的地址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块配置的是斜杠API 所以说呢 在这块我们也应该写的是斜杠API 那么斜杠API写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找一下我们的城市列表 所以说呢 我们来到浏览器当中 我们复制一下刚才这个城市地址 粘进去 点HTML 同样的 在后面呢 就可以找到 回调 console.log 答应的就OK 那么保存之后呢 当我们修改完设置之后 我们尝试着把我们的项目呢 重启一下 稍事等待 我们重启一下我们的项目 好 那么启动成功之后呢 我们来到检查里面 没有遣试到 哦 原来是我们的后面组件呢 并没有引用 来 我们已经耗藏 来引用一下 我们的后面 当前的 components下的 后面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引用一下 我们的后面组件 保存之后呢 我们再次来刷新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当前呢 它就请求来了 我们相关的一个地址 还有我们的天气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请求的一个真实的网络接口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使用 正向代理来完成的一个数据请求 我们的项目